如果顶上有建筑事宁,你真的是我师哥,是我们一定要好最后一个洋剧师 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演技,我绝对不会让你出事 提到谭宋运,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吧 作为90后的她颜值和演技并存 因为长了一张娃娃脸,被粉丝称为童年女神 不管是《甄嬛传》里的纯贵人,还是最好的我们中的耿耿都备受好评 最近热播的几音之下,口碑热度也非常不错 饰演的惊吓可甜可言,和路易之间的高点互动 看得观众直呼上头,而在这部剧之后 又将迎来一部她的民国剧,那就是《明初奇人传》 原名《外八行》,她饰演的寡道人 是武功盖世的乱世侠女,是阴阳行行手 武功高强,善于下骨,能直接让虫画蝴蝶 里头脏变造型也是格外吸睛,眼神犀利,想让人一探究竟 男主华明初则有欧豪饰演 原本大学毕业有着体面工作 因为无意中获得不知来历的食行者汇卷 阴差阳错成为阴阳行的阳吉时 从而开启了一条旧王图存不一样的路 从曝光的片花中可以看到 这部剧还有秦兰加盟 秦兰因《延洗攻略》中的复朝皇后一角 被粉丝称为白月光 这次穿上旗袍化身天下花魁 一举一动风华绝代 看来这次谈综运想要脱颖而出 还是有不小的压力 这里只谈风情 一谈整